跟你叫起床 看你起来的时候是念什么 阿弥陀佛还微笑 修得不错 你一休息干嘛 代表你没有在修 一睡醒马上记得要念佛 还微笑 还要念 因为我们出家人 特别我们要弘扬佛法 如果脸长得很丑很奇怪的 那你还谈什么佛法 没人管你 所以你为了要利益众生 这不是爱漂亮 也不是爱唱歌好听 如果我们在讲佛法的人 声音不好听 你佛法讲得很好 声音不好听 人家不喜欢听 所以为了你自己要 能够让别人接受佛法 不能骗人 不能骂人 不能背后讲别人是非 不要指指点点 各位不要批评校长 不要批评国家领导 不要批评人家什么长 等你坐那个位置 你才知道苦 批评人家很容易的 所以缅甸要大选 接下来新的政府也好 旧的政府也好 我们永远感谢政府 感谢国家 感谢校长 感谢护持者 各位要 你的嘴巴要很甜 了解吗 你的嘴巴很甜的人 你做生意就赚钱 一开口就赚钱 你嘴巴不甜的人 你讲话人家讨厌 帮助不了别人 所以有信仰 第二个要有智慧 相信因果 但是最高的智慧是什么 念下来 无我空性的智慧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身体是假的 这个世界也是假的 就像这一瓶水 它是这些塑胶的种种东西 组合起来的 它每一个东西都会坏掉了 所以这个瓶子 它只是一个名字 它不是真的存在 这个礼堂 是这些钢筋水泥 组合起来的 名字叫礼堂 所以这个礼堂 离开这些钢筋水泥 种种的会变化的条件 没有礼堂存在 所以礼堂是虚幻的 是假的 是暂时的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就像各位看电视 看电脑 里面所献出来的声音影像 请问是真的还假的 你的电脑手机 跑出一个钻石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这个世间 你所看到的一切 包括爱情 包括家庭 包括儿子 包括地位 包括身体 包括我的名字 都是假的 什么叫假的 假的不是没有 就像前面的花 它过几天就会坏掉 烂掉 变成肥掉 又长出别的花草 这样而已 它只是暂时的 这个叫智慧 一个人 他不了解智慧 他就 我高 我矮 我有钱 我没钱 我有人爱 没人爱 根本没有这个 我这个东西 照见五蕴皆空 他执着有一个 我的爱情 我的身份 我的自尊 所以他就永远 在生死轮回 所以什么叫 正阿罗汉解脱 就是破 我我慢 把这个我消除了 没有我 哪有我爱 我恨 这一点 希望大家 一定要了解 不然的话 你会很痛苦 我考第一名 我努力读书 我努力赚钱 为什么我还会失败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 很多董事长得癌症 钱改不了他的命运 很多很有钱的人 儿子死掉 哭得半死 讲到儿子死掉 我讲一个故事 各位再听一下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中年怀孕 终于他太太 帮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夫妻 已经赚了太多钱了 他们就不用赚钱了 想说既然有儿子 就好好的养这个儿子 把事业交给他 所以他儿子喜欢吃鱼 每天就去弄一个池塘 养了很多新鲜的鱼 用最新鲜的 鱼 每天杀鱼给儿子吃 结果他儿子呢 十六岁生病死了 十六岁生病死了 哇 这个有钱人哭啊 他太太哭到生病 躺在床上 他也不想做事业 我这么多钱 儿子都死了 我要给谁啊 结果有一天 他心情不好 在走的时候 刚好走到市场 他说好吧 我太太生病 我就买个东西 跟我太太补补身体吧 旁边人家在卖海鲜啊 那这个有钱人走过去 刚好有一只鱼在那边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他虽然心情不好 好吧老板 就买这一只吧 跟我友缘 一直跳 一直跳 买回去杀给我太太吃 结果 当他要买的时候 有一个出家人经过 这个出家人修到有神通 什么叫有神通 没有欲望 没有称恨心 没有烦恼 自然有神通 眼睛不好色 就有天眼通 这样了解吗 心里没欲望 就有宿命通 很简单 所以阿罗汉有神通 所以这个有神通的出家人 他就跟这个老板说 老板啊 那一只鱼 你要买回去杀 他这样跳 这样跳 这样跳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 老板说鱼会讲话吗 你要不要听听看 阿罗汉就用神通 让他听鱼在讲话 你知道那鱼讲什么 爸爸救我 爸爸救我 而且那个声音 是他儿子的声音 还一听哭啊 怎么是我儿子的声音呢 这个阿罗汉说 杀一只鱼 五百次做鱼 你为了你儿子 杀了多少鱼 害他短受死掉 他现在要做 几百亿式的鱼 被杀 那个人跪着哭啊 把那一只鱼抱回家 抱回他的游泳池啊 放在那边天天 儿子啊儿子啊 不敢跟他老婆说 各位 你还敢吃鱼吗 你想要短寿 十六岁就死吗 没有智慧的爱 是鱼吃 爸爸妈妈 买活鱼 害死小孩子 又要抓儿子来吃 杀了给妈吃 好在姻缘成熟啊 这个阿罗汉来度他 所以各位 你要有智慧 有智慧才不会做傻事 再听我讲一个故事 论意第一 加瞻言尊者 加瞻言是阿罗汉 加瞻言尊者有一天 在树下打坐 结果呢 有人吵他 隔壁有一个男人 抱一个小孩子 然后小孩子哭啊 他就给他吃东西 加瞻言只好眼睛看他 那个男人手上抓一只鱼啊 就把那个鱼的肉撕下来 给儿子吃 儿子就不哭 然后鱼头没有肉 他把它折断 丢在地上 一只小母狗呢 哇 闻到鱼骨头啊 就要来吃 那个男人就踢那只小母狗 不让他吃 小母狗就哭啊 然后又跑过来 他又踢他 然后又把鱼的肉给儿子吃 然后加瞻言尊者想说 好吧 既然他吵我 那我就入定 看看他们是 互相是什么关系啊 前世是什么关系啊 结果加瞻言尊者眼睛一打开 又摇头又哭啊 哭笑不得 旁边的徒弟问 师父啊 你怎么又摇头又笑啊 加瞻言说 愚痴啊 你看隔壁那个男人 他手上抱的儿子啊 已经杀他五百次 这个小孩子来讨债了 现在又做他儿子继续逃债 冤亲在主 投胎做父子 你看他手上拿了一个鱼 就是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以前专门钓鱼鲨鱼 现在死了还做鱼 给儿子吃 结果儿子还把爸爸的肉给 他的冤亲在主 还把爸爸的头 咔弄断 然后丢在地上 那只小母狗是谁呢 那个小母狗是他妈妈 在世不幸三宝啊 愚痴啊 现在做狗 夫妻两个天天吵架 连做狗都要来啃老公 丈夫的骨头啊 做儿子来踢妈妈 你看这个世界颠不颠倒啊 世间人没有神头 没有智慧 既然报仇人 吃爸爸 踢妈妈 做太太的 还要吃老公的骨头 爱你入骨 变成恨你入骨 这个叫真相 所以佛教里面 有太多这个故事 我希望同学们 你准备要开始 过你快乐的人生 好好读书 准备要结婚 要做医生 哦 要干嘛 但是 请记住 先了解佛法 有智慧以后 再去计划你的人生 这才叫有智慧的人 千万不要苦海无边啊 不断地在这边轮回 为了爱情而哭 今天我们 二十年后 我们又聚会了 怀孕了 堕胎了 被抛弃了 得癌症了 一票人了 大家再来开会吧 但是你听闻佛法了 那你就会 自己会计划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这个叫智慧 但是第三个才是佛教的重点 慈悲 刚刚讲的 信仰 智慧 既然你了解道理 各位要努力告诉别人 告诉你弟弟 告诉你的同学 我也希望各位多看佛经 观音室有很多佛经啊 多看佛教的故事 看了以后 慈悲告诉同学们 就像我出家 我是为我爸爸妈妈出家 我妈妈得癌症 因为我的妈妈 很爱我们这些人 自己养鸡 杀鸡 那个鸡呢 孵蛋出来 可以生了 他又把它鸡蛋 哇这个最好 给儿子吃 我小时候常流鼻血 我妈妈说 吃那个生下来的蛋 那个蛋白 加什么东西 这样就不会流鼻血 这样 结果呢 我妈妈就得癌症 得癌症的时候 很痛苦啊 胆癌 胃癌 因为他把鸡 破开以后 把那个胆拿出来洗啊 什么一大堆啊 对不对 所以 他就变成这样 但是我了解佛教了 我妈妈是为了爱儿子 造了这么多的恶业 现在得癌症 但是我了解佛法了 我一定要好好孝顺我妈妈 虽然我那时候 我已经结婚了 生小孩了 赚了很多钱 但是那个是虚幻了 暂时的关系而已 所以我就决定出家 我就送地藏经 发愿出家 我发愿出家 我还没出家 三天以后 我妈妈就好了 我妈妈到现在还活着 已经强行25年了 我出家23年 我们不是从小出家 我是35岁出家 33岁听到佛法 我不像各位这么幸运 这么小就读佛经学校 听到佛法了 我33岁才听到佛法 35岁出家 现在58岁 但是我妈妈还活着 很快乐 但是她现在吃素了 慢慢影响她 我影响我的爸爸 我爸爸腰痛 躁郁症 自杀 好在我出家 那一天 她自杀那一天 我做了大放生 所以我希望各位 一定要救命放生 看到小鱼 哪怕一只鱼 要被杀 几块钱买来 这边河流很多 救她的命 救她的命 你救一条鱼 等于多活12年 你救一只鸡 多活15年 因为鸡有多长的寿命 那你这个寿命 我大放生 那一天 刚好回家看我爸爸 我爸爸刚好自杀 吃了很多药 居然没有死 醒过来 赶快叫医生 医生说不可能啊 骑鸡啊 不是不可能 念一下 佛法无边 功德无量 因为那天我大放生了 救命了 所以我一个人出家 爸爸妈妈很快乐 大乘佛教一般都是为孝顺而出家 但是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 各位 我们有没有过去世的父母啊 生命有轮回啊 过去世过去世过去世都有爸爸妈妈 缅甸很多老儿上都有神通啊 台湾有一些啊 知道你过去世过去世 是什么人什么人 所以你有好几世的爸爸妈妈 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可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大乘佛教的重点是什么 来 念一下 众生都是过去父母 那你要怎么背 鸡是爸爸 鱼是妈妈 猪也是爸爸妈妈 没有一个众生没有做过爸爸妈妈 所以杀众生 吃众生肉 就在杀爸爸妈妈 就在吃爸爸妈妈 所以为什么修观音法门 我们汉传佛教 大乘佛教 严格不吃肉 那各位至少慢慢学 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帮助所有众生爸爸妈妈 能够脱离痛苦 这才是慈悲 这叫大慈大悲 不是光对你妈妈好 也不是光对你的爱人好 所有生命都对我们有恩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这个才是佛教最重要的道理 所以在悲色 来 信仰 智慧 慈悲 那这个也就是佛教的三要素 佛教的修行不离开这个 佛教的修行就是人格发展 来 悲一下 把知识变成智慧 把感情变成慈悲 把意志变成愿力 释迦牟尼佛成佛 就是有这三个力量 所以成佛 念一下 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我们叫大智 大悲 大力 而成佛 那这三个因素 我们人类都有 比天上的神都还殊胜 天上的神 他没有很强烈的意志 他没有思维的智慧 因为他在享受福报 但是人类有智慧 智慧 你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知识只是聪明而已 但是智慧呢 是要冷静思考 看佛经 思维 找到真相 不要再被骗了 各位记住哦 不要再被骗了 今天有一个男人女人说 你好漂亮 你好帅 你要回答 你骗我 我里面明明很脏 都是大便 什么漂亮 他说你漂亮 要干嘛 他说你漂亮 是想要跟你抱抱你的腰 牵牵你的手 就像我去 仰光 就看到一大堆男人女人 抱在那边 那是佛塔 他抱在那边谈恋爱 天啊 一难遇你都躲在佛塔 那边手牵手谈恋爱 佛陀都掉眼泪 口怜 所以你不要被骗了 说你是第一名 说你很成功 那个都骗你了 为什么 不能解脱生死的都废话 了解吗 小姐 你好漂亮 废话 能够解脱生死吗 不能解脱生死的话 都是废话 看佛经嘛 佛经才是真理 所以各位少废话 多背佛经啊 缅甸的出家人 就背背背背背背 背巴黎文 因为他们就是不要废话 背佛经 想佛经的话 解脱生死 还要帮助别人 所以佛陀是圆满 觉悟者 看清楚真相 不要被骗了 我们叫什么 念一下 来 睡觉的佛 我们可以成佛 只是我们现在还在睡觉 无名 佛陀呢 睡醒的众生 佛陀已经醒了 觉醒了 所以各位要学习佛陀这样 多思维真相 但是思维佛法的目的是要帮助众生 那我们现在很幸运 你不用再思维了 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把生命的答案 写在佛经里面了 你只要好好的听闻佛法 像各位今天愿意乖乖坐在那边听 学校规定从六点要坐到八点 还剩下十分钟 至少你要坐两个钟头 太好了 等一下八点以后 换我们这些菩萨 要坐焉供 为什么要坐焉供 佛陀说 布施食物给孤魂野鬼 可可怜的动物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布施这些食物 给孤魂野鬼 人类得到健康 长寿 富贵 祖先超度 不会有车祸灾难 因为这个世间 每天白天 有无量无边的猪啊 鸡啊 牛啊 被杀 被杀以后 恨 恨他就会找人类报仇 就会制造车祸 让你吸毒 破坏你的婚姻 破坏你的读书 那我们到了晚上呢 出家人 或是学佛的人 部分在家出家 点个香 乃至用食物 用食物 前面有食物啊 等一下八点以后 各位就拿一盘食物去外面 用这个食物呢 放在火里面 这个火代表佛 佛的光 用这个食物供养佛 那佛呢 加持这个食物 我们就给他加牛奶 变成甘露 为什么 孤魂野鬼 是吸味道的 吸味道 孤魂野鬼 如果附在你身上 你就会生病 脸色发白 胃痛 感冒 所以叫风邪 要讲吗 吹到一种风邪 你就会感冒 所以一个人会生病 有三个原因 跟我背一下 以后要懂 来 夜病 鬼病 四大病 以后你的妈妈 爸爸会生病的 第一个 因为他造业 像我妈妈 我妈妈杀鸡 杀很多蚯蚓 他造了这个恶业 所以他得癌症 所以我替他忏悔 我叫我妈妈 不要再杀了 第二个 他被他杀的鸡啊 动物啊 附在他身上 变成癌细胞 你杀我哪里 我就附在哪里 这个叫鬼病 这个鬼 你要超度他 给他食物吃 给他药 等一下还要烧一包药 来 现在先发药包给他们 如果有的话 各位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顺便投药 妈妈生病 阿公生病 祖母生病 你等一下拿到那个药 你上面写个阿公的名字 用阿公的名字 或是祖母的名字 或生病的妈妈的名字 你写三个都没关系 不用用笔 用手就好了 陈啊 陈什么什么 因为你用他的名字 布施药 帮助那些 所有生病的众生 那些被杀掉的牛啊 鬼啊 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生病的妈妈 或是亲人 他很很快就好 佛教也告诉我们 用这个方法 所以等一下给各位 一包药 也发面包给各位 这个讲了佛教的慈悲 这个面包 各位等一下捏一下 捏一下放在身体 身上有这个鬼的 他就会附在上面 不会黏在你身上 然后呢 你化成甘露 吃你身体没有用 吃这个甘露 这个鬼可以升天 所以你就不容易生病 现在来有面包就发给大家 有药发给大家 那我们所谓慈悲 各位以后再拜佛 点灯念经 都要想到地狱啊 鬼道啊 很痛苦啊 所以我们呢 也要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懂了佛法的人 我们来帮助他们 他们力量很大 所以佛经说 一个孝顺爸爸妈妈的人 淋到雨 脚踏到水 那个鬼都可以喝 因为你身体有功德啊 所以一个守戒律的人 更有功德 各位你今天听我这样讲 各位 这辈子 不要杀生 好不好 那你身体就有功德 你有五个护法神 以后 你的手碰到食物 碰到水 鬼都可以喝 因为你守戒律 那所以身为活弟子 各位不要杀生 我问一下 来再问一次 不杀生 好不好 第二 不偷盗 好不好 第三 不学淫 好不好 哇不得了啦 功德太大了 你的身体 变成有很大的功德 戒律 才是你的保护 一个人守一条戒律 五个护法神 守三条戒律 十五个护法神 你就不会车祸 不会被鬼附身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出家人 守戒律 所以才得到护法 然后前面还有一条 咒语 现在发给各位 各位一定要 一辈子戴在身上 因为你如果戴在身上 很多不好的 不会接近你身体 业障消除 鬼碰到你身体 都生极乐世界 跟我念一次 有两种内容都一样 都是大水球咒 一张戴在身上 一张挂在手上 还是一张送给你开车的爸爸 好不好 让他平平安安 所以各位如果你身上带了这个 大水球咒 那你的身体变佛的身体 等下你去布施的时候 等于佛 加持这个食物啊 药物啊 他们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来 拿到面包 请看前面 我教你怎么弄 有头发的 夹一根头发在里面 好不好 夹一根 因为 你把头发 拔一根 或是指甲 然后呢 代表你生命 在里面了 像我 我们光头啊 剪完头发 我都把它放在卫生纸 然后包起来 然后呢 五根 五根手指头压下去 一片面包做一个 上面有你的手印 前面折成三角形了 代表你的头 后面扁扁 代表你的脚 这变成你的生命 等一下呢 你还债 或是替爸爸妈妈还债 烧掉 给那些 冤亲债主 给那些孤魂野鬼 做布施了 所以各位看过报纸 西藏人要死的时候 这个身体呢 不烧的 他们就切一切 给那个秃鹰吃掉 对不对 秃鹰吃掉 这样也是一种 布施 那释迦牟尼佛是 活活的布施 他的眼睛身体 我们虽然做不到 但是观想我们的身体 烧掉啊 布施给众生 跟他结缘 结缘很重要 因为结善缘 爸爸妈妈对你好 兄弟姐妹朋友对你好 你没有结善缘 不能做生意 你没有结善缘 没有人缘 也不能弘扬佛法 那所以各位要 结善缘 跟动物 跟孤魂野鬼 跟人类 跟天道 我们今天 做很多功德 回向给天道的神 回向给所有人类 回向给动物 鬼道 让他们都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9月2号星期六 上午8点 伊兰运动公园 供佛摘森大会 下午2点半 大蒙山诗试法会 连到电话 03-938-0380 9月3号星期日 大师至菩萨圣诞 上午8点半 伊兰大悲观音道场 八宽灾戒 祭尊圣塔启用 点到电话 03-989-8686 9月5号星期二 佛欢喜日 森宝节 念阿弥陀佛 持在处测两百节 中元地关圣诞 及中元节 下午1点 高雄慈悲道场 高雄河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兰球场 南区联合举办 校亲报恩 宇兰棚 护生 点腕灯 供温水 六共及大蒙山慈悲 诗试超度法会 连到电话 07-556-9911 9月6号星期三 阿弥陀佛 殊圣功德日 顺喜余额形成 一千万倍 下午1点 台南关系平台 于兰棚 孝亲报恩 消灾祈福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祭此备诗试超度法会 连到电话 05-633-1565 9月8号星期五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池山除色九十节 王母娘梁圣诞 上午九点半 嘉义慈悲壶 点万灯 供温水 供送地藏经 及持送报父母恩咒 护生 慈悲诗诗 继于兰棚 联皇法会圆满总回向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9月9号星期六 执连太岁 新君千秋 观世音菩萨 书圣功德日 善行余额形成 一百万倍 下午1点 台中洲际棒球场 中区联合举办 孝亲报恩 护生 点灯 供水 幼贡大蒙山 慈悲诗诗法会 联的电话 04-2238-9987 9月10号星期日 上午十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幼贡 记大蒙山 慈悲诗诗诗 超度法会 联的电话 02-2917-888 855-03-533-7368 9月12号星期二 晚上七点 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心灵讲座 点到电话 03-331-0553-03-347-7666 9月13号星期三 念卢舍纳佛 大势至菩萨 此差处随一千节 诸葛武侯千秋 法王圣君千秋 上午八点半 板桥悲愿讲堂 八观栽戒 点灯 要贡 护生 祭甘露诗诗法会 联的电话 02-2951-0355 9月14号星期四 龙树菩萨圣诞 念地藏菩萨 卢舍纳佛 此差处随一千节 郑延平郡王千秋 上午八点半 基隆法延寺 恭送地藏经 玉兰盆经 点万灯 供万水 护生 祭大蒙山慈悲诗时 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 崇德路三段 八百三十五号 联的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台中火车站 站前搭乘 5871-127公车 至洲际棒球场 生命电视 桃园道场与桃园中心 联合举办心灵讲座 宫晴海涛法师主讲 日期 9月12号星期二 晚上七点 地点桃园高中 人文艺术馆 地址 桃园市桃园区 成功路三段38号 联的电话 03-331-0553 03-347-7666 出桃园火车站 站前后 直走中正路 到同龄百货 左转中华路 大105公车 即可到达桃园高中 善且仁义的黄鼠狼 家住河南的彭先生 是个心地善良 又热心助人的人 他家父亲的邻居 几乎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小彭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还要麻烦你来帮我扛你上楼 黄伯伯 您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 您年纪大了 以后如果要搬重的东西 就告诉我 我来帮您搬就好了 二楼的彭先生 人真的很不错 可不是吗 他可是出了名的古道热肠 我们家也经常得到他的帮忙呢 嗯 我们家也是啊 这里的住户 谁没受过他的帮助呢 彭先生学佛多年 他相信 世间万物 皆有灵性 且通人性 因此 他对小动物 也是极富爱心 经常帮助一些受伤遇难的动物们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哦 是彭大哥啊 你看 他们 在我们这附近 抓到了一只黄鼠狼 真没想到 在都市里 竟然还看得到黄鼠狼 他的个头 可真不小啊 你看 他还怀孕了 要是让他再生一窝小黄鼠狼 那可就麻烦了 是啊 到时候 这里的黄鼠狼越来越多 就糟糕了 可不是嘛 我看 还是将这只黄鼠狼 杀掉好了 省得麻烦 是啊 杀了他 夜老永逸 那只黄鼠狼脸上 惊恐万分的表情 让彭先生心里 非常不忍 既然 大家认为 应该要杀掉他 那 我听大家的 就把他关在笼子里 活活饿死好了 我看 还是放他走吧 他并没有伤害到我们 而且 他已经怀孕了 要是杀掉他的话 那可是伤害了 许多条性命啊 嗯 彭大哥 说的有道理 小灵 这样吧 你把这只黄鼠狼 卖给我好了 我把他带到野外去放生 彭大哥 我送给你就行了 你将他放生 那是积德行善 而且 平时你那么照顾我 我哪能收你的钱呢 那就谢谢你了 好了 你现在没事了 不用害怕了 由于天色已晚 彭先生先将那只黄鼠狼带回家 准备第二天再去放生 吃吧 多吃点 吃得饱饱的 嗯 老公 你怎么把黄鼠狼带回家了 我会害怕啊 没事的 就一个晚上而已 明天 我会把他带到野外放生的 但是 隔天早上 彭先生才发现 自己昨晚忘记关好笼子 因此 那只黄鼠狼 相失不见了 哎呀 他怎么不见了 糟糕 一定是我昨天 忘记关紧笼子了 天啊 老公 他不会躲在我们家里吧 嗯 应该不会 我想 他应该是从我们家的破洞 跑出去了 嗯 希望如此 彭先生家住的是老房子 墙壁难免会有些破洞 因此 他认定黄鼠狼 一定是从洞口跑走了 但是 当天晚上 他的妻子却在卧室里 听到了小动物的叫声 老公 你快醒醒 嗯 怎么了 老公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 咦 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叫 彭先生起身 四下寻找 竟然 在卧室的沙发后面 发现了三只 刚生下不久的小黄鼠狼 他们依偎在 大黄鼠狼的肚子旁 嗷嗷待哺地 叫唤着 究竟是什么东西 老公 那个声音好像是从 沙发后面传来的 对耶 好像在沙发后面 啊 天啊 这只黄鼠狼不但没有离开我们家 竟然还在这里生小孩了 老公 快把他们扔出去 我会害怕了 黄鼠狼 你在这里不太好 因为我太太会害怕 你还是搬到卧室外面去吧 老公 你为什么不把他们丢出去啊 老婆 你也看到了 她才刚刚生完小孩 身体还很虚弱 而且孩子还那么小 我把他们丢到外面去 他们会死掉的 那也不能让他们待在卧室里啊 这样我睡不着 没事的 你没听到我刚才对她说了吗 他们明天就会离开卧室的 啊 你是说 她听得懂你的话 明天会自己离开这里 嗯 是的 让彭先生妻子意外的是 第二天早上 彭先生再次离开沙发时 黄鼠狼和他的三个孩子 真的不见了 卧室里重新找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 老公 你赶快看看 那些黄鼠狼走了没有 没走的话 赶快把他们弄走 我昨晚怕到都没睡好 嗯 好 好 咦 他们真的走了 是啊 说不定他们躲到了卧室的其他地方 我们再找找看吧 你看吧 整个卧室都翻遍了 也没看到 他们真的离开卧室了 真是不可思议 他真的听得懂你说的话 那是当然了 动物都是通人性的 只要我们对他好 他也会对我们好的 当彭先生夫妻二人来到客厅时 他们又听到了黄鼠狼宝宝的叫声 寻声找去 他们发现黄鼠狼妈妈和他的孩子们搬到了冰箱后面 老公 你听 客厅里有声音 好像是 小黄鼠狼的叫声 嗯 听起来 像是从冰箱后面传来的 彭先生看到冰箱后面的电线和插座 他担心 黄鼠狼们不小心会触电 于是又对着黄鼠狼妈妈说 冰箱后面不安全 需要重新换个地方 天啊 他们竟然搬到这里来了 是啊 这里那么多电线实在太危险了 万一触电该怎么办 这里不安全 你们还是重新换个地方吧 天啊 他这是在点头吗 他真的很通人性耶 好了 他们会重新找地方的 我们就先别打搅他们了 果然 当天傍晚 黄鼠狼便从冰箱后面搬走了 彭先生的妻子非常好奇 这次他们又搬到了哪里 于是便四下寻找 最后在客厅的柜子后面 发现了黄鼠狼的踪影 老公 那些黄鼠狼真的又搬走了 我跟你说过了吗 他们是通人性的 他们这次会搬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找找看好不好 好啊 真奇怪 他们会搬到哪里去呢 他们会不会在柜子后面啊 哦 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他们真是太有灵性了 是啊 老婆 我们就先收留他们吧 等小黄鼠狼再大一点 我们再将他们放生 好吗 嗯 好啊 一个月后 黄先生发现家里的黄鼠狼消失不见了 找遍了整个房子都没有找到 看来这次他们是真的搬走了 老公 怎么了 黄鼠狼 他们不见了 啊 不见了 是不是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们找找看吧 不用了 我已经找过了 我想 他们应该已经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 只要真心诚意地对待动物 即使语言不通 他们也能够明了 你想要传达的善心与善意的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